台南有男子日前骑车行进沿水区 违规闯红灯 还异想天开 伸脚阻挡车牌 似乎想刻意规避他人检举 后续远警也将调阅监视器依法开罚 另外在高雄大社区 则是有民众做出脱续的行径 16号下午 一名男子疑似喝醉酒赤裸的上身 在大马路上挡车咆哮 现在警方也依法将人送办 打着赤膊 男子正在马路中间 高奔被咆哮 对来往车辆不断大吼大叫 而更夸张的是 男子还直接阻挡车辆 直接他挡在小货车前 手指的驾驶似乎表达不满 随后也信信然在大马路乱晃 事发在16号下午1点多 高雄大社区中山路 当时这名代姓男子疑似喝醉酒赤裸上身 在大马路做出脱续行为 警方后续也将人喊送法办 而另外在台南也有男子骑车 做出离谱行径 晚上9点多 蓝银男子骑着车 看似没异状 但来到路口 下一秒却直接违规硬闯 直接骑士 左脚瞬间往后摆 脚底板直接挡住车牌后 闯红灯 扬长而去 其他用路人看了 也直呼证明阿伯 似乎想避免他人检举自己违规 这才动作熟练 用脚阻挡车牌 事发在14号晚间 台南沿水区潮秦路文武街口 骑士违规闯红灯 还伸脚阻挡车牌 似乎刻意规避他人检举 现在警方也要调查开罚 这是阿伯伸脚阻挡车牌 以为可以肆意违规 意想天开 但终究还是得吃罚单 记得众合报道